作为科技变革的伟大成果 编码机器人让人类社会进入了全新时代 而那些操控机器人通过终极考验的幸运儿 则被称为编码战神 什么 你说这个小矮子就是火焰战士 就 就是他 听说喷起飞熊和黄野蝎子都是他一个人打败的 说什么傻话 那两个可都是最新型号的编码机器人 我的超级弹球也是被这个臭小子打败的 替我报仇 替我报仇 他欺负我 教训他 教训他们 街头霸王火焰战士 小智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 我是光明正大的打败了你 你看他的样子 我不怕怕 我说小矮子 你真的是火焰战士吗 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 我可不是什么火焰战士 我叫小智 编码战神小智 什么 你说自己是编码战神 你知道编码战神到底有多厉害吗 吹牛大王 吹牛大王 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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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好好教教你们 尽身战神 尽身战斗型机器人 我的机器人 是我独一无二的伙伴 红色风暴 第一代编码内核 真的是越来越有趣了 你真是火焰战神 你真是火焰战士吗 这十几年前的老古董是来搞笑的吧 如果我赢了 我的战利品是什么呀 给你这个怎么样 这 这个是 现在最流行的帝王巨蟹的钳子 这一书包的好货随你挑 好 一会儿输了 可千万别后悔啊 来吧 红色风暴 玩一局吧 你还挺会装枪做事的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解招吧 红色风暴 拜托你了 等一下 出现一方直接判输 编码对决开始 给我上 红色风暴 上 别想赢我 钢铁犀牛 铁壁缠绕 红色风暴 高空下踢 接招吧 快回机啊 钢铁犀牛 红色风暴 高空下踢 什么招啊 他会这种编码 红色旋风 回旋摔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看清楚了吧 完全没有 太快了根本就看不清嘛 哼 怎么可能 哼 我的钢铁犀牛啊 不可能啊 都怪我 红色风暴对不起 我这就回去把你修好 告辞了 两位大哥 下次见喽 小矮子 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小矮子 你肯定是用了什么花招吧 我用花招 是你实力太差了阿姨 太可恶了 竟然这么教不起人 戴好 你 你是谁啊 当然是可爱的守护天使啦 我来接你去个地方 抓紧了 要带我去哪儿啊 阿姨 你是谁啊 放我下来 太帅了吧 我们先认识一下吧 我叫王晴 你是叫小智吗 还是 火焰战士 小智 你的目标是成为编码战神吗 我早就有成为编码战神的实力了 放我下来吧 是吗 原来你这么厉害呀 那 你听说过编码学院吗 我对那玩意儿没什么兴趣 是吗 嗯 我就是编码学院的老师 只要我一句话 你就能直接入学了 入学 学校就是给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吧 过家家 我保证 那里会让你吓一跳的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编码学院 大管家 这里就是传授编码知识 培养世界顶级编码战神的学校 怎么样 小智 这个和你玩的编码机器人游戏不一样 放开我了 让你成为最强的编码战神哦 就算是宇宙最强 我也不要上学 放开我了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要先去一下校长办公室 大管家 拜托你了 我猜不会在这儿傻等着呢 大管家 大管家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一会儿我就趁机溜走 溜不走的 大管家 怎么回事 你 你还会读新书呢吗 这样做太过分了吧 是朱莉安跟李海的对冲 对冲 看那个装甲 太棒了 太棒了 加油 加油 快开始吧 好棒啊 最高端的编码控制设备 他们是谁 朱莉安 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了 黑色飓风怪力害羞 来自中世纪的高贵骑士 荣耀黑豹 那就开始吧 编码对决 开始 这次绝对能跟上你 我改进了怪力黑熊的编码系统 怪力黑熊 千金坠 我要把你捏碎 黑暴山影 高速攻击 骑士连击 黑暴山影 加油 黑熊 太漂亮了 这个银头发 根本没有权力投入战斗 超胸破飞踢 快力黑熊 朱莉安 你也不用这么过分吧 李凯 你现在不是我的对手 你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达到我的水平 那你也要尊重对手 这和双方的实力没有关系 尊重对手 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你是谁 打败弱小的对手 有什么可得意的 赢了就跑 是因为这样 你就满足了吗 哼 这里可不是小孩子吵闹的地方 你说我 我是编码战神小智 我来教教你 什么才是真正的对决吧 要是你害怕就算了吧 那我就陪你玩一局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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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始了 朱莉安加油 红饭小子加油 我和红色风暴 教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对决 阿 阿 糟糕了 我竟然忘了红色风暴受伤的事情 一看到有对决 就兴奋过头了 就凭这个 他居然有胆量挑战我 接下来精彩了 没办法了 忍一下就好 红色风暴 什么 不用变马就能修好 是我看错了吧 红色风暴 玩一举吧 我们上 中药黑豹 连续重拳出击 性能上有差距啊 不过这点差距 对我来说不算黑豹山营 竟然能轻松应对黑豹的 骑士连击 好厉害啊 加油啊 他的反应倒是不慢 黑豹突袭 右臂根本用不上力啊 这样下去 弱点只有一个 必须一招之声 就是现在 鞭马 重度开启 旋风 中拳 右臂 右臂 攻击效果弱了不少 这个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的 小丑 这个孩子真的很不一样 你带来的那么多孩子 从来没有一个人都在这里撑过一个星期 可是这次 你知道有多少孩子为了能进我们学校 每天拼命练习吗 所以我绝不能批准 你说得对 但是这个孩子和年轻时的安德太像了 安德 是啊 就是那个之前下落不明 应该说 我们一直在寻找的 那个安德 看看吧 拍得很不错哦 不过最上镜的还是本小姐 安德 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拍合影 你不想看一眼吗 是啊安德 这张照片也许会登在报纸头版啊 我可没兴趣 第二代编码内核的研发工作 才刚刚开始 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在完成第二代所有研发工作之前 我绝对不会 停止工作的 嗯 嗯 嗯 哇 哎 来了 怎么回事 嗯 再练练吧 哈哈 哈哈 为什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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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鹤 你就认输吧 哈哈 对吗安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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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干得好 编码十三号 表现得很好 编码十三号 你还给他取了名字吗 编码机器人 对我来说不只是机器人 是我的一部分 嗯 也是我的孩子 小掌 你过来看 哦 这个是 红色风暴 哎呀 看来还是不行 你们快看 哦 站起来 红色风暴 嗯 嗯 难道是精神感应 就算 在编码战神中 这一招也是很少人能够使用的 嗯 嗯 再不吃一口的话 我就要晕过去了 嗯 加油 天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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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好厉害 竟然能跟朱莉安不分上下 哎 要冷静下来 这家伙肯定有弱点 哎 啊 啊 嗯 嗯 嗯 找到了 荣耀黑豹 藤月 侧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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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最后一击 够了 请你住手吧 啊 是我输了 呃 辛苦你了 红色风暴 嗯 嗯 啊 呃 呃 呃 干得好 嗯 挑一个战礼品吧 你想要的应该都有 是 唉 我不需要 想要赢得对决 光凭一枪热血可不够 再见 结束了 嗯 我们俩走吧 走吧走吧 好啊 这个营发小子 真是 帅呆了 哈哈哈哈 嗯 朱利安他可是 欧洲编码对决的冠军呢 就是说嘛 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孩子 竟然能和朱利安打出这么精彩的比赛 而且他用的还是一个十几年前的老式机器人 他对待编码机器人的态度 确实很像我们的老朋友安德 啊 嗯 嗯 是啊 要是安德能见他肯定很开心 嗯 好吧 那我就破例给他一次机会 真的吗 不过 他必须通过编码能力考核才能留下来 呃 嘿 别担心 嘿 那个孩子肯定能通过的 嘿嘿 嘿嘿 嗯 你刚才的表现真的好厉害啊 朱利安可是欧洲编码对决的冠军 真没想到 你竟然能跟朱利安打得不飞上下 嘿嘿 嗯 哦 嘿嘿嘿 还没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李凯 你呢 我叫小智 你是新生吗 呃 哈哈 目前还不算是吧 本来我对这个地方是没什么兴趣的 但是和朱利安 但是和朱利安比过一场之后 现在大概想试一试了吧 嗯 试一试 哈哈 是吃过才知道买不买啊 什么 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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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下凡了 你 你说谁 刘娜吗 哦 离开 哦 哦 我让你不听话 我有没有说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和别人对决 是吧 呃 结果呢 哦 嘿嘿嘿 我只是想试试机器人的灵件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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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那你为什么非要选朱利安呢 嗯 嗯 是吗 我也可以理解的 嗯 你现在的实力远远不够 我 我也知道 嗯 嗯 哦哟哟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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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啊 他怎么了 感觉不太正常啊 这个人是 我是新生 我是新生 我已经认定这里了 不走了 是 是吗 我叫刘娜 我 我叫小智 我们交个朋友吧 以后多多关照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像天使一样美丽的女孩 居然愿意 到我的朋友 到我的朋友 小智 你的脸怎么了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红啊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